莱洛克台风已经离开了台湾 不过前两天带来的大雨 造成了南横公路刚刚才建好的 立道便桥又再度坍塌 暂时封闭了 也就是说立道村现在对外的交通 又中断了 公路局人员今天帮忙用流龙 运送山区的居民下山 南横公路立道桥 去年发发水灾被冲毁 今年6月新建了一座钢古便桥 启用两个多月 现在又遇上了夹带好雨的 莱洛克台风引发溪水暴涨 又把便桥的桥段给冲坏了 立道村的对外交通再度中断 公路局关山公路段启动流龙 从空中越过高山溪谷 运送村民还有在山区种的蔬菜下山 立道国小的母语老师 也赶搭流龙到学校上课 做流龙也要上去 因为这层已经摆了 刚刚又是开写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农作物的方面 是没办法运下去 没办法运下去 所以说会省速很重 目前立道村居民的粮食还很充裕 不过南横公路台东路段 原本就只能通到立道 但这次的台风又造成立道便桥封闭 而且公路沿线又都是落实 还有流失的路基通行困难 公路局关山公路段的工程人员 这一两天要等到溪水退了之后 才能抢凶立道便桥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不够会订阅 不够会议 不够会议 不够会议